镜头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又是我小明 今天我要为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车谈的这个重点新闻 Let's go 第一则新闻 这个新一代的 Honda Civic 原型车 终于露脸了 那大家都很期待啦 大家觉得这一个外形如何呢 首先我觉得它在这个前脸造型的部分呢 看起来就有一种小一号的 Honda Accord 的感觉 这个也是 Honda 最新的一个驾驻设计元素啦 首先呢它的这个扁平式的头灯组 我个人就觉得是非常的漂亮啦 然后中间这个水箱护罩呢 还是有 Honda Solid Wing 的设计元素 但是之前的那个 镀铬四条就没有了 这一回是和这个 bumper直接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也更加的运动化 然后下方这个 bumper也是很具有侵略性的感觉啦 旁边这两个进气口 原来虾面在这里 而在车尾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两只虾是不见了 这个全新的维灯组 我个人是觉得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 搭配下方的这个双边单出排气围观的设计 整个车尾设计啊 相比起这个 Civic FC 是少了 运动化还有个性化 但是呢我觉得它多的是一份高级感 在内装的方面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啦 它采用了这个和 Accord 类似的这个简约化的一个设计理念 中间那个悬浮式的主机就升级成了 9寸的 touchscreen 相比起现行款的这个7寸 哇是升级了蛮多的感觉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最新的这个多工呢 方向盘设计也是和这个 Accord 有点类似 那接下来就是方向盘后方的这个仪表盘啊 这个呢是一个全液晶显示的仪表盘 据说啦是 Honda 首款 采用Fully Digital Middle的车款哦 这个看起来也是更加的 Atas 啊 那在动力配置方面呢 其实啊原厂目前还是没有公布它的详情 但是在传动系统方面呢 这个 Honda 其实是已经有跳出来 确认新一代的这个 Civic 并不会有 All-wheel drive 的这个设定 但是这个新能版的 Honda Civic Type R 会不会有这个配置呢 这个我们就不敢说了 我们还是一起拭目一代吧 那虽然说这一台车啦还是这个 Prototype 的阶段 但是根据 Honda 以往的传统啦 他们这些 Prototype 的车型 和最终的这个真正的量产版呢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可以拿这个台车来做一个参考 它就是这个下一代 Honda Civic 的这个样子 大家觉得这台车如何呢 我个人是觉得哇这个 Civic 这样子看起来啦 是更加的成熟更加的 Premium 的感觉 你们喜欢这样的 Civic 吗 除了 Honda Civic 以外啊 这一台车也是很多车迷很期待的一台车 那它在上个礼拜就终于正式推出了 2022 Subaru BRZ 哇这个外型啊相比起之前 我是觉得哇是 Muscular 不少整个看起来更加的 Man 你们觉得怎样呢 这个 BRZ 啊 是被称为第二代车型啦 但是它的底盘部分并不是使用 之前遥传的这个 TNGA 底盘 而是沿用上一代 BRZ 的同个底盘 不过呢它加以大幅的改进啦 在改变上其实是蛮多的 首先它就引入了这个 Subaru Global Platform 的一些元素 在这个抗扭曲的刚性上其实是提升了 50%那么多 而在车脚的部分呢 这个 2022 BRZ 依旧是维持 前 McPherson 后 Double Bridgepoint 的这个设定 只不过在前悬吊的部分呢 它的这个 抗弯的刚性就提升了 60%那么多 在这个转向的精准度啊 还有直接方面呢 是更加的好了 而在动力的部分呢 这个 2022 BRZ 啊 并没有 大家所期待的 TURBO 没有 大大 但是呢 原厂还是有导入了这个排气量 更加大的 2.4L 的水平对卧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可以在7000转产生 228hp的最大马力 而峰值扭力呢 则是在 3700转释放出 249Nm 无论是马力还是扭力啊 都比之前还要多啦 然后 区域方面呢 也是比之前的这个 FA20提早的 还有就是这一具引擎的这个压缩比 进一步提高至 13.5 比1 而在变速箱的部分呢 同样是被有六速手排 以及自排变速箱可以选择 当然这个传动方面呢 也是同样是一个后驱的设定 这样的一个配置之下呢 0-97km的加速啊 只需要5.7秒 不错哦 重点是这回 这个新一代的BRZ的 Sport Mode模式啊 变得更加的积极 简单来讲就是更加的好玩的意思啦 而且这一回里面这个内装的设计也是 全部更新 看起来是更加的精致 更加的漂亮的感觉 而且哦 它还有这个 Fully Digital的 仪表盘 我们从这一张图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仪表盘是有不同的界面 在这个Track Mode模式下 看起来非常的有战斗格 其实我本身是很喜欢BRZ这台车 算是我其中一台Dream Card来的 看来我真的是要努力存钱买这个BRZ 第三支新闻 吉利将和Demler合作研发新引擎 Wow 我们都知道吉利的老板李舒福 之前曾以个人名义收购了Demler将近10%的这个股份 那买了这个股份过后 双方的这个合作关系就越来越密切 包括Demler之前就曾经把Smart这个小车品牌 卖给了吉利 然后双方也是有 共同合作研发新车型啦 那如今这一段因缘又有最新的进展了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啦 这个吉利将会和Demler合作 共同开发全新的这个模组化引擎 据了解这一具新的引擎其实现在已经在开发当中 预计2024年就会正式投缠 那这个传说中的模组化引擎啦 主要是主打这个高效能 同时也会导入这个电力技术 所以相信我们会看到这个 Hybrid混合动力系统的出现啦 而在这个合作的部分啊 Demler其实是主要负责开发的工作 至于吉利呢 则是会在这个中国主要进行生产 那这一具引擎在2024年正式投产以后啦 首年的产量就可以达到数十万区那么多 我们也相信这个合作关系呢 将会取代Demler之前 和这个法国的雷诺 也就是Renault的这个合作 那同时呢 这一项合作呢 也可以帮助Demler 每年省下数亿欧元那么多 我们都知道这个动力系统 对一台车来讲是很重要的 哇那在拥有这个WRV之后 这一回这个吉利又早上Demler合作 如果可以拥有Mercedes-Benz 这个动力技术的话 那这个吉利就真的是 变得更加的强大了 先不要说什么动力表现啦 我听到我就觉得很爽啊 哇不知道以后我们的Proton 可以不可以贴上AMG的Batch咧 第四车新闻 Lotus Evaya 那这一台纯电力跑车 在还没有正式开售之前 就已经引起不少的话题了 除了外形非常的杀气以外啦 最主要是他的这个动力系统就宣称 能够高达2000PS马力那么多 这个简直就是Hypercar中的Hypercar了 那如今我们就收到一个消息了 这一台车哦 将会来到我国 因为它 已经正式开放 预售 售价如何 1600万令吉 哇 在这里和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Avara呢 其实是极力入主Lotus以后的首款新车 也是Lotus近10年来 所出现的一款全新车款啦 所以这一台车呢 对这个Lotus是非常的重要的 它的出现呢并不是拿来赚钱 而是拿来展示Lotus的实力 就好像Lexus推出LFA一样 是一个象征 这一款车拥有不少F1以及Lemont的元素 那同时呢也维持了Lotus一贯的这个轻量化的特性 它在底盘还有车身架构上大量采用了Carbon Fiber 也就是碳纤维的材质 在带来轻量化的同时呢 车体刚性也是更加的好 那同时为了维持这个出色的高速稳定性啦 工程师也在这个EVARIA的车体上下了很多功夫 包括导入了非常多的这个空力套件 以及导流管的设计 主要是要提高EVARIA的这个下压力 能够拥有如此出色的这个空气动力学啦 这就不得不归功于Lotus 在它的这个Type 73 F1赛车上所得到的经验了 动力方面也是这个EVARIA的一个重点 那吉利对这台车它的目标啊 是最大马力方面要达到2000PS 风值女力呢则是高达1700Nm 要达到如此疯狂的一个数字啦 所以呢Lotus的这个工程师就为这一台车 设置了4颗马达 来实现一个4轮驱动的设计啦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车轮会有一个马达的概念这样子 那这个动力系统有点特别因为呢 这个系统它可以自由分配 这个动力到特定的马达 你要双马达模式 三马达模式 四马达模式都可以 而电池方面则是有这个Williams Advanced Engineering 提供 满电的这个续航能力呢能够达到一个402的公里 同时可以在18分钟内完成充电 还蛮快的哦 那在这个特别的动力组合之下啦 这一台Hypercar它的加速表现是如何呢 预计 0到100的表现不到3秒 0到300啊 9秒以内就可以完成了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变态 那你喜欢这两车吗 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因为呢 你如今 在马来西亚就可以定到这一台车 那售价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讲的 1600万 不过这个价格是包含税务啦 如果你要省一点钱的话 你可以在朗高一买这台车 它的售价是1000万 省了600万那么多 重点是啊 你要的话就要快了 因为这一台Hypercar 全球只限量生产 130台 可能你思考人生一下叻 这台车就没有货了 最后一只新闻 有一点伤心 因为呢 Mazda 旗下的这个性能部门 Mazda Speed 就终于宣布正式解散 我们都知道 Mazda目前正在专攻专心 卖向高端化的发展 那虽然说它还是一个 注重运动化的日式品牌 但是呢 因为策略的改变 加上 这个疫情的影响呢 让Mazda 在财务状况上 是更加的刺激 本来呢 玩Premium就已经很少钱了 现在还遇到这个 COVID-19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让这个Mazda Speed 性能部门 显得更加的可有可无了 Mazda Speed 这个部门呢 是成立于1967年一开始是为Mazda 打造出一些性能车款来参加全球各种赛车活动 这个部门呢 最辉煌的成绩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在这个LeMont 奈利赛 获得了冠军 那同时呢 Mazda Speed 其实也是有为Mazda 打造出不同的运动车型 包括了目前 非常多 Mazda 车迷 还在 津津乐道的 Mazda Street NPS 基本上可以讲啦 这个Mazda Speed 也算是 Mazda 在性能方面的重要图腾 也因此呢 这个部门一直是许多 Mazda 车迷一直在关注的部分 那之前这个Mazda Speed Turbo 推出的时候 就有消息传出 NPS 有可能会复活 但是后来 Mazda 就官方跳出来 否认了这一项消息 而如今呢 更正式宣布 Mazda Speed 正式解散 等于是 直接告诉大家 NPS 确定不会回来了 没有办法 以Mazda 现在的规模来讲啦 要维持这个Premium的定位 然后又要带来这个直列六缸 后期平台 这一些东西 你还要继续维持Mazda Speed 这个部门 基本上以这个Mazda 财力来讲 的确是有点困难 那其实 妈咪们 你们也不要太过伤心啦 虽然说未来 我们暂时不会看到这个Mazda的性能车 但是 其实原厂他们是有官方强调说啦 未来他们还是会继续打造 强调运动化的新车 没有性能 有运动 其实也还OK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0的五大重点新闻 就不知道这五则新闻里面 你对哪一则新闻有特别的感触 特别的看法 还是你有喜欢里面哪一款新车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踊跃发言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